十多位老宝贝们分成80岁以上长青组跟65岁以上年青组两批 在专业老师指导下跳健康操展现舞异让人惊艳 这是由基隆市卫生局中山区卫生所主办的西级巷弄长照站 办理的岁末年终成果发表会 十多位老宝贝们展示各项静态手工艺绘画 以及动态健康操的表演 展现活到老学到老延缓老化的成效 这边的长者都是自己来报名参加的 因为他们都在家里有的人可能是独居老人 或者说白天子女都不在家里 然后想要有个地方可以让他们活动 那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说不要因为老了 觉得自己在家里没有用 然后会越来越退化 所以主要的目的是预防延缓失能 让他们能够多跟同年龄的朋友多聚会 然后多成长 然后互相学习 然后比较不会有一些忧郁啊 或者体能衰弱的一些现象 其实我们是一年至少有三期 然后可以先电话来预约报名 然后其实报名的人数还算踊跃 然后我们一起大概会有收十个失明的长者 因为我们空间有限 然后我们也有专业的那个造福员 会帮各位长者做一些那个服务 然后我们这边有公餐 然后上午九点到下午的三点半 中山区卫生所进一步指出 虽然来参加长照站的部分长者 有轻微的失智情况 不过透过学习 以及维持人际关系的交际互动和参与 都能够有效延缓退化 维持身心健康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